每个的首都会有不同的特征,命运也会有着很大的差别,有的女天生好命,而有的女一辈子过得都很辛劳。 女的首部若是有这些的特征,必定是福禄双全之命,晚年必能享的轻浮。 手掌小而厚时手掌又小又厚时的,有着非常深厚的福气,尤其是手掌小而厚的女,是福禄双全的命运。 她们一生细心谨慎,做事有持有度,还有着逢凶化级的好运气。 手掌小的女能抓助才,手掌厚的女更能守得助才,所以她们的一生必定会相当富裕,更会嫁给一个好男,子女也能有福气,到了晚年就可以安享轻浮了。 手指细长光滑 手指细长光滑,并且指甲呈奶白色无杂纹的女,一生无病无灾,很少会遇到阻碍。 她们的一辈子非常的顺利,还有着较好的相貌,更是受喜爱,不缺贵的帮助,桃花运也是极好的。 手指细长光滑的女命中代福代财,结婚后运势会更加的好,家庭幸福和谐,直到晚年生活的都会轻松快乐,福气满满。 小拇指和大拇指一样长小拇指和大拇指长度相同的女,生来精明能干,有着灵活的头脑,更是福禄双全的好命。 她们的天才运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,一辈子赚钱十分轻松,而且有着中头奖的好运气,年轻时就会生活得十分富裕。 结婚以后她们还会把这种好运带给老公,全家都会有横财的降临,而且晚年后也会一直被宠爱着,生活得幸福至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